早晨,大家好 卡姐在 Food Court 吃了一碗桂林米粉 等一會去Costco 買菜 一碗桂林米粉16個多 當早餐 大家好,今天卡姐出街吃東西 吃完東西去Costco 不是買很多 還有一箱濕紙巾 但搬不到上來 放在車上有空才搬 買了這隻 維藤3D牙膏 在外面買兩支 在Costco 便可以買五支 這是家庭大支妝 買了一支 另外 買了這隻 中文是否叫肉蘭油 很多人說 有三種不同味道 有玫瑰 這隻是桃 這隻是芬衣草 三種不同味道 是沐浴液 是Body Wash 買了一盒 這盒三支 精華素 是伊利莎白瓦頓 最好是旅行裝 是一個大盒 旅行裝 如果去旅行 幾多天 去10天 你會拿15顆 或者20顆 數著 放在Sip Lock 袋子裡 是獨立包裝 另外買燒雞 這隻燒雞 我相信很多人買 Costco 這是Costco的牌子 7.99元 整隻燒雞 卡姐家裡吃沙律 用這些燒雞 不用自己去醃 焗爐 其實賣這隻燒雞 是虧得來賣 賣一隻 為什麼它虧得來賣 就是因為 它是優惠本身的Member 如果交了年費 現在一般的年費都一百多元 我們現在都去到 好像是一百三十幾 或一百幾多錢 因為公司卡來說 是貴一些 這樣 就優惠回我們的Member 所以這些燒雞 和食材裡的燒雞 是優惠給自己的Member 那些燒雞 也是虧得來賣 一元五毫 好像一元五毫 還是一元九毫 總之我都很久沒吃了 一隻燒雞 一杯汽水 任你要什麼汽水都可以 那些是優惠我們的Member 買一隻燒雞 今晚我們可以 因為我們都是兩個人吃飯 就是吃沙律 拌這個燒雞 買了一盒這些 是不是唐人叫芝麻菜 這些是沙律菜來的 它是自然的 這裏是499 好像499一盒 這裏可以分開 吃兩天 看看吃得多不多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買這些 配這隻燒雞 已經是一餐 非常簡單的 芝麻的生活 芝麻有一個朋友 她是在上海來的 她說有什麼地道好吃 我最近都跟她去不同的餐館吃過 其實還有一間在唐人街 叫做金邊小館 她的芝麻雞 是濕炒雞 是非常好吃的 我今天要了一個大的 但是 那個朋友 就吃了一件 她說要減肥 其實好東西先吃了 減肥就慢慢減 但是她吃了一個 我沒辦法 我便帶回來了 去開金邊小館 唐人街 這間是很出名的 那間 叫做什麼 我一下子都不記得了 畢多里街 那裏有一間門市 是一間粉廠 做粉麵廠 我便買這隻 蔥花蝦蜜腸 這些 芝麻的家人就不吃了 鬼佬不吃這些 這些腸粉 但是對於芝麻來說 我便很喜歡吃腸粉 我前天都去喝茶 但我便不叫蝦蝦 或叉燒腸 我又叫蔥花蝦蝦薄 這一裏有很多 它有陳酸粉 有河面粉 有白色的 や 沒廂糙的 亞姐選擇這個 有 investors 吸收蝦米 這些不好 但是可以看自己喜歡 rewards 我用西洋菜胫鱼球汤 Behavior 甚至好烟鱼锅 我试过很多超市 甚至果仔铺也有卖的鲫鱼卧 我试过去这一档是不错的 那间超市在金边小馆旁边 它的芽菜是很漂亮的 因为它旁边是芽菜厂 它的芽菜是很漂亮的 用来搓来吃也很好吃 连阿卡姐的家人 她不吃中餐的人 她都觉得搓了去很好吃 买了一些秋葵 我先放入冰箱 再和大家聊天 萨姐今天买了什么呢 买了这些浮皮 猪皮 真的很漂亮 黄黄正正很漂亮 这些猪皮多少钱呢 $22.95 我用来怎样吃呢 因为我自己会煮一些糖餐给自己吃 没所谓的 我们家里很民主的 你喜欢吃什么餐 任君选择 我经常都在说 同台吃饭各自修行 家里也是 那些小鸟仔 她不是很选择 我的小鸟仔 我几个小鸟仔 都很喜欢吃糖餐 所以有时 带我的孙子出去 他们已经只有百分一 中国血统也好 有时 去了酒楼 推点心车的姐姐 都说 哇 整个小鸟仔 这一班 你带出来 我说是我的孙子 他说 很喜欢吃 我说是 我教精他们很喜欢吃 你看我说的 港府话 都很地道 所以我都教到 我的孙子都很喜欢吃 其实我煮糖餐 那些 我自己不太会煮 但是我又 从小到大 都喜欢吃糖餐 因为我爸爸煮菜 都很擅长 这样 我爸爸就很喜欢拿这种浮皮 以前是没得卖的 以前 我们住在浮仔 每一次出来唐银街 都是大采购 买很多东西 没得卖的情况下 就自己做 后来就知道 有一个 阿叔 就做这些浮皮 很擅长 又是在Core街 那里 我们就拿了他的电话 之后 就长期就和他买 买这些浮皮 我不知道 其他省份的人 有没有吃这些浮皮 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 七十年代 都有很多华侨 是回去中国内地探亲的 他们很多时候 放酒 吃饭 宴会 他们很多时候 就用这些浮皮 就来煮 那些 羹 他们有一个名字 叫做假鱼肚 他们说 这些就等于鱼肚 当然 鱼肚和他 是两回事 阿卡姐 给大家看一下鱼肚和他 两回事 这些是鱼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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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唐行街 我就选择一些漂亮的 我就逐个逐个逐个来选择 因为我买惯买熟 而且我买很多 买很多做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回到美国 我就会买成 好像两个大枕头 那样多 就会买几百元回到美国 因为我住的那个州 就不是说太多唐人住 以及不是太多这些 唐山雜货供应 所以我要吃这只鱼肚 特别我的小鱼肚 我的女婿 我的媳妇 我的媳妇 虽然他不是中国人 也好 都喜欢吃鱼肚 用鸡汤 做蟹肉鱼肚 你蒸熟一只蟹 拆掉肉 就可以用来做鱼肚 汤底 你就可以用鸡汤做鱼肚 我就会买回去 我迟些回到美国 我也会买很多 例如虾米 章鱼 麦鱼 鱼 鱼肚 花菇 那些我都会买齐 我每一次 如果回到美国 是可以带这些 因为是干货 干的海鲜 是可以带的 但肉就不行 生果不行 菜双不行 记得 如果不是 就带一件事 这个就是鱼肚 这个就是浮皮 这个浮皮 我们在加拿大 如何煮来吃呢 以前我爸爸很喜欢 用它来先浸水 然后用姜葱 飞水 飞完水 切粗条 煎鱼饼 刚刚给大家看到 那只鱼鱼 鱼鱼 煎鱼饼鱼 也切粗条 用来煮萝卜 也是用鸡汤来煮 其实在加拿大 鸡汤 我相信加加户户 都有的 你用鸡骨 鸡架 起了肉 就可以来煮鸡汤 甚至我这个 我这个烧鸡 如果是我自己的爸爸 就会是 以前我们小时候 就很喜欢 拿些肉来吃完之后 鸡架 就用来煮粥 煮粥 放两块猪骨 放些菜肝 也很甜 有时焗一些火鸡 火鸡架 都是用来煮汤 甚至我自己的家 不是梁家 就是我自己本身 我以前也有 小时候 小时候 我都有烧火鸡 每一年的感恩节 那些鸡架 就拿来 给一些 番茄 西芹 薯仔 煮一个杂菜汤 这样很好吃 那些汤 那些汤 你不喝得太多 也可以用这些汤 用来煮粥 这样也很好吃 这些鸡骨 就不要浪费了 那我们就是 这种浮皮 就是这样了 也是这样 用来 除了煮萝卜之外 也可以煮黄牙白 虽然我们生活在异国他乡 也有几代人 但是 对于 中国的 传统的一些食物 我们都会保存回来的 爸爸以前怎么煮菜 自己又怎么煮菜 甚至 我的儿子 和我的女儿 他们也 不太好 但是 都煮得 似无似样 例如 好似梅菜肉饼 好似我儿子 扣肉 那些 你教他怎么煮 他就学一次 虽然不是经常煮的 甚至可能 我回到加拿大 他都不会煮的 但是 如果我回到美国 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 就开始说 妈妈你煮什么菜 我就会叫他们打下手 就是帮下手 这样 会煮很多 拌的扣肉 他们一人一拌 就拿回家 都是很好吃的 那 我的女婿 那些媳妇 都说 媳妇就 一般般 对于中餐 但是我的女婿 就说 妈妈 很好吃 那些中餐 我说又好吃 那好吃就吃多些 他说 可能他前世是中国人 喜欢吃 所以 我今天见到这一只浮皮 我就觉得挺漂亮 我见到我买 那浮皮 它一磅大概是 我记一下多少钱 是22元9毫一磅 那我这里 就大概是半磅 这里半磅 那真实际上是很漂亮 你有时 用来煮那些 艇仔粥 是吧 浮皮是好吃的 那就是和鱼肚 是两种 的感觉来的 你说浮皮和鱼肚 如果给阿卡姐说一下 就是两样东西来的 不同的东西来的 这个就是动物的东西来的 这个是 鱼 都是动物 都是鱼 那你说阿卡姐 你如果两样呢 你喜欢吃哪样呢 我反而有时 我喜欢吃浮皮 真的 有时不是贵和便宜的问题 而是浮皮的口感很特别 你用来煮咖喱浮皮鱼蛋 都很好吃 好了 那我就买了这一只 秋葵 又是用来 装了去做沙律 那我又 就是这样 就已经是一碟沙律 是吧 去芽菜和秋葵 好了 那就要去游泳了 今天就 一早出去了 有点事做 那就现在回来 就要游泳 放好那些东西 就可以了 那这里就和大家分享 在加拿大一样可以买到这些 我反而我回到美国呢 想找一些 这样的食材 很难 我试过 回去波特兰 想找一些漂亮的鱼肚 上一次我不记得带回去 但小蚊子说 很想吃 那我就去找 他说就是批发的 我只是看当地的华人报纸 网友 怎知道我去到那间批发行 那时候 我见到那些鱼肚 真的买不下手 硬硬硬硬硬硬硬 我最后就和那些小蚊子说 算了算了 出街食了 去餐馆食了 餐馆那些一定是漂亮的 我说我不买了 如果买得不漂亮,食材不漂亮,一样煮出来的菜式不漂亮 今天分享到这里 阿卡姐的晚餐很简单 一个用青瓜、红萝卜仔,甚至放一条香蕉 就可以做一个沙律 另外一个熟的菜蔬沙律是芽菜和秋葵 这个沙律我可以放一些Jetson 这个是意大利的Jetson 可以放一点,不需要太多 要点味道 芽菜和秋葵的沙律是两个人吃的 剁了两个鸡腿 其他用来熬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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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煮食 我会用一个鸡汤和蔬菜熬成的汤 来煮蝴蝶粉 卡姐家很少吃米饭 不是不吃,而是少吃 今天就是这个,可以搬着沙律 这些蝴蝶粉 亦都是用蔬菜汁来做的 是不是很简单 那就已经是搞定一餐的了 惊惊惊惊惊 亦都是快快手手又烦食 好了,下期再和大家聊聊天